这一道道 日本游客到台湾来指定要吃的台菜 真材实料 连蔡总统的胃也被收服 煮出正宗台菜的达人是他 曾淑倩 绑着马尾 鸽头看起来很娇小 但铁锅快速地翻炒 才短短23秒呢 清炒善于利落装盘上桌了 彻底展现女汉子的豪迈性格 另外还有这一盘媲美法菜的笋丝 更秀出了她的耐心与精湛的标工 说起来小倩的身手来自家族遗传 她的爸爸是台南台菜老师傅阿登师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 18岁她就跟着父亲学艺 花样年华无法光鲜亮丽 切菜切到手指头都断了 甚至三天两头被骂到角落哭 来看看这位新世代台菜大师的成长故事 清炒善于锅产交错 这个节奏好比实际乱打秀 但是整熟茜可不玩假的 因为它一定要大火 然后要快烤 不然善于不会脆 保证客人吃到爽脆口感 来 23秒完美起锅 这一位赚港的台南炒善于 据说是小英总统的爱 都让许多南部游子吞牵梦 来 上菜 我在台南是读大学的以后 才上来台北 所以来到台北要找一个 真正炒的味道完全一样的 接近台南口味的扇鱼的话 也不容易 就只有它这边 基本上它都吃 但是它也不会浪费 你今天它的助理点了 比如说点了扇鱼 它吃扇鱼 点了什么菜 基本上它都会 都会去做 都会把它吃完 到底是总统不挑食 还是老板的功夫太优异 出身台南 绰号小倩的曾淑茜 崇熙爸爸阿登师的手艺 个头娇小 却十足干变 传统台菜的规模 繁琐难驾驭 交到他的手里 一切清而易通 一早开店煮高汤 千篇一律的厨师日常 仔细观察 他做的却跟别人不一样 只用桌小排熬汤 滚水沸腾得再重洗一遍 才能丢进大锅里 为的是换来一锅清澈 不混浊 还有这种鸡毛蒜皮小事 他也不犯过自己 你看他现在大滚对不对 你千万不能让他大滚起来 不然他待会脚就爆掉了 他从膝盖这边就爆掉了 一点点不能破 基本上是尽量不要 会影响到我那一天的心情 三套白斩鸡绝不容许 一点点破皮 万一鸡洞从破皮处流失 那不可惜 用好心情做好料理 可别小看热情这一味调料 像是镇店招牌五香排骨 配方除了固定糖 蒜 酱油 胡椒 跟爸爸的家传香料外 小剑从解锁餐厅十年来 可从没忘过 要缠满他对料理的爱 开始马杀鸡 那是他以前在南部半桌 有没有 他的喜宴上 一定要出现的一个菜 这道菜你学起来之后 它的用途很多 包括活跳墙也行 排骨酥汤也行 这样子干干的吃也行 然后还可以做成什么 芋头排骨之类的 今天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淡了一点 淡两点 这只猪水肿 灵灵舌头轻轻一舔 少了拿几味当下利剑 正因与生俱来这项天分 小倩才18岁 就跟着爸爸脚步 走上厨师之路 除了厨师精太强 事实上小小倩从小就很不女孩 但锅碗瓢盆却是她的最爱 因为小时候人家是玩羊娃娃 我是跑到厨房去里面玩我阿嬷的 烧菜用的太白分水 我是玩这个呢 我不是去跳格子呢 对啊 就是玩一些 然后去西里面捞捞东西回家 就是我的乐趣 为了做到极致 她可以不计时间充分 很多人就是先炸好了 然后放在那边 然后等客人要的时候呢 再回锅炸 但是她这样子的话 她本身肉里面的肉汁 有没有 会比较干憋掉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该怎么做她就怎么做 你点一份我就炸一份 点两份我就炸两份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嘴上说时间很多 但明眼人都知道 她根本是把大把青春都砸在这儿 尤其这碗不勾芡 不放味精的肉羹 才叫耗日费时 好 鸡蛋汤 糖 一块一块小腿肉 自个儿也要自个儿揉 糖头用的 是一早炖的高汤跟鸡汤 两个混合 再来省思 她坚持自己手工 并且丝丝媲美 法菜细度 就怎么说呢 你们会不会发现 你们现在出去外面吃的 那个肉羹汤里面的笋 有的搞得像榨菜是一样的 它细有它细的口感 就像我们鸡杠 板得的鱼翅跟以前的老师傅 都是自己切的呢 对啊 然后现在打电话去市场 我要损失五斤十斤机器帮你搞定 管它漂不漂白 口感跟膳食行为可以用时间来换 不过要练的这般好刀工 可就不那么简单 一般的话 你们要注意到我的手指头 这两根手指头 是在固定这个材料 剩下这两根干嘛 轮流被切 所以你仔细看哦 这边 一般切到的话都是这一块肉嘛 对啊 那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 我是在收指头 尽管是个女孩 但厨房如战场 小青之所以练得高跟 或许还得归宫 魔鬼爸爸的从不信任 这边就有小小的刺 你看到 这边 因为我爸以前 我刚杀上语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个肉大概只剩下皮而已 肉都给我削掉 后来我爸毛起来 他就买两斤泥丘 他就说你把泥丘就弄在这边 来 这只给你 刀给你 你就把它杀成这样 两斤泥丘 泥丘这么小只 现在看来是岩师出高途 但爸爸生前那一段日子 小青几乎天天爱骂 掉泪度日 做女儿的当时其实想不透 爸爸怎么这么心狠 会哭 常常哭 而且又不敢在他面前哭 他最痛恨人家哭 我都跑到后面洗碗那边哭 因为我觉得说你做得到 那我是你女儿 虽然一度怀疑是弃婴 但很多客人 包括他的朋友都跟我 都说我跟他很像 那既然我爸爸做得到 那我为什么做不到 我就慢慢念 从前的玻璃心 随着厨艺清除于蓝 都已转化成柔韧 只是刚强如女汉子的他 常常忘了自己也有温柔的面 温柔的一面就是 他在遇到长辈 他一定会问 上一面 那个谢小燕 问客人 问那个长辈 那个面是不是要吃得多的 就是他主动跟我们外长讲的 还不是我们外长 就跟老板说的 好搞定 你看用感觉一滴酱油 都没喷出来 你看多温柔 一家台菜老店 有父亲的六礼魂 长行人的热成 人家心不坏 所以清心卷勇 赞203 expect 词